大家好 这几天好像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股 SolarVex 这样我们就来用技术分析呢 来分析一下它的它的走势 呃 它大概是在3月多的时候 2月3月的时候 就从顶部呢一直往下掉 掉到大概是 呃7月中的时候呢 才会 才开始反弹上来 呀 它现在呢 已经是突破这个MA20 也是突破这个 MA60 但是MA60呢才是往下的 OK 还是往下的 MA20呢已经开始转弯了 开始转弯了 啊 然后呢再看一看 它这个头马峰的这个 呃形式 呃很明显这边 有个头马峰 这边有个头马峰 OK 然后呢 如果我们看完整个图表的话 这边有个头马峰 这边也是有个头马峰 嗯 嗯 这个代表呢 这边呢 之前呢是有很多 那个套牢盘 很多套牢盘 嗯 这个套牢盘呢 以后肯定是会 变成它的一个MAYA 这边很多人 这边呢很多人在等做解套 它价钱好像也是要差不多 要到这个位置了 呀 肯定会有那个 呃解套的MAYA 同样的 这边呢 也是会有另外一批的叫做 套力MAYA 呀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它这个点呢 呃 要继续再往上的话 是有点 是有点困难 是有点困难 它的主力呢 大概是在 这边吧 这边 这个是大概是快半钱左右 一块五毛半 一块五毛半 左右 呃 呀 一块五毛半左右 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 其实它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筹码峰这边呢 这条呢 它还是 还没有成功的 突破 这个筹码峰的 它还没有成功突破 它只是在里面罢了 呀 会不会突破 我们明天还知道 呃 一块五毛三五毛半呢 是它的主力 呀 呃 呃 我们再把这个筹码峰给它 拉进来一点 来点 来点 呃 它还没有完全突破这个 啊 筹码峰 如果突破的话 它下个主力肯定是这个1.53 啊 然后呢 看看在底下 老师说底下好像也不是很多筹码罢了 啊 但是呢 你看它的价钱是 呃 成交量是越来越高的 价钱也是越来越高 成交量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想象一下 为什么 这边 成交量这么高 啊 据说已经有人开始 呃 把 呃 套力 套力了 套力了 然后 新的人呢 又跑进来 呀 又跑进来 又是这批 那就是这批新的人 又跑进来 这批新的人就跑进来 啊 我们叫做追高吧 追高 呀 我们去看看下 它的那个 呃 15分钟的 看下是不是有人最追高 呀 呃 算是有人在追高吧 呀 但是重点是 追高的人 这边是追高 追高的人都在赚钱 追高的人都在赚钱 啊 呃 所以呢 就会鼓励更多人来追高 呀 呃 这样它迟早有一天是 会 呃 会掉下来的 呀 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1块5毛多 的那个价钱 呀 这个是1块4 已经是很靠近了 啊 如果你打算再追高的话 你要 要小心点 要小心点 这个东西 因为 刚才我讲那个 1.55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主力来的 啊 呃 Anyhow 基本上 这几天追高的人 都是有赚钱 呀 所以 呃 也会鼓励更多人的去追高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 便宜的时候没有买 追高的时候就全部都跑进去买 呀 呃 呃 要小心点 快半钱是它的主力线 呀 快半快快半 快六左右 呀 呃 要等它 这个 自己自己去判断 呀 so 这个是我个人的 分析 呃 并不构成它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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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 要 Scary 好